在man裡面 現在的話呢我們在這個方法 底下有一個static的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可以傳入abc 這三個 然後呢如果說這個地方 c如果等於0的話那就 傳出一個exception 那也是一樣從這邊 所有的new一個什麼 illegal agument exception 這個ception的話 會catch 也就是在方法裡面也可以丟出 丟出這個true 這個true 那我們run起來各位看一下 就讓我在debugmore 裡面來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呢這地方的話第一個 基本上我abc取得之後的話 那這邊有249 進來之後的話丟過來 ok那丟過來之後的話呢 這邊我們就是讓他跑 跑這個 基本上這邊有幾個 這邊總共有 總共有5個數字0到4 0到4的一個正列 所以在data裡面的話有這些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直接把這個數 這個總共有個正列 那再來的話呢index 這個是index的結果 裡面的話 我們 這個index 計算出來結果等於0 那0的話呢丟出來之後 就會 觸發這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exception 正列的exception 然後呢就把結果怎麼樣呢 還是一樣跑這個地方 然後呼叫這個exception 那這個exception的話呢 呼叫之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 跳到 它是 是這一個catch到 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一個 這個正列 值超過這個 這個exception 然後呢會把這個 錯誤訊息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輸出 把這個 這個值給輸出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就中止 直接來 再run一下 ok ok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每一次run 因為這個run數 總共三個 只帶進來的結果不一樣 像這一次的話呢 c等於0 直接就跳哪一個呢 跳 這一個 我們的 0的話應該是 跳到 這一邊 直接跳出這一個 所以如果等於0的話 那會get一個message 並且把結果給 這個錯誤的那個 Stack把它輸出 OK這個是在方法裡面呢 輸出我們的 那個 Exception 另外呢 等於下 下一個範例的話 是在 再來 除了方法之外的話 我們也可以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Exception